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 今天的重量级的专家 是来自于 卫生部中日友好医院的 安阿岳教授 欢迎安教授 你好 安教授 请坐 来 让我们认识一下 今天参与话题 讨论的两位嘉宾 掌声欢迎张继和严家宝 首先再请教一下安教授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这野生动物它就不得 咱们这个直立行走的人 就会得这种病 最常见的老百姓说的 也就是痔疮那种疾病 人类的特有疾病 痔疮是肛门那个肉脱出来了 是把里边的某些组织 脱落出来了 是这样吗 它是一个血管团 实际上就是末端的静脉曲张 还加上瘀血形成了痔疮 首先它是静脉瓣 它没有回流 就像咱们腿有静脉瓣回流 直肠的静脉丛 它没有静脉瓣回流 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就是它的位置特殊 是人的腹部的最下端 所以它的血的回流 受低吸引力的影响 回流受毒 第三个就是这部位的特殊 因为它要排便 平时受到挤压摩擦 细菌的刺激 容易引起血管发炎 肿胀和充血 咱们都知道大家四只动物没有得痔疮 因为人一进化以后 直立以后 因为静脉瓣没有回流发痔疮 但是也有个别的现象 我就曾经我的老的一个老专家跟我讲 说人们的痔疮动物也有 他说动物园里的一个熊猫 因为现在咱们把这野生动物捐起来了 为什么咱平时说人要动运动 它捐起以后 它吃东西以后 熊猫就老蹲着的姿势 所以造成大便甘菜以后 粪甘菜以后心理的痔疮 猫猫也是坐着吃 改变了它那种野生的状态 引起肛门局部的肿胀充血 吃东西 给它捐起来的活动量就比较少了 不像野生的 它跑 四只跑活动 那您说这种动物 是不是只局限于陆地上跑的这些 对 陆地上跑的四只动物 我以为天上飞的也会 飞的也没有 看得出来还是生活方式 有可能就会对这种病 带来一些改变 所以可能我们会联想到我们自己 作为人类我们的生活习惯 现在也在发生着变化 那回到我们本身 哪些不好的生活习惯 就会引发痔疮呢 咱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我们想一下哪一类人 更容易得上痔疮呢 是常吃辛辣食物的人 还是如厕时间长的人 还是便秘的人 来现场100位观众通过手中选择器表达意见 我这个身边就有一位朋友 他可以和我是忘年交 这个朋友他36岁了 可以说他这个是36岁 也上了36回的厕所 什么意思 一年上一次 很困难 因为我知道他有一个习惯 特别爱吃辣的 我听说他每顿饭必须要有辣椒 而且必须是四川的朝天椒 要配着米饭吃 我就感觉 辛辣食物真了不得 看来肯定 会刺激某些部位 对 他肯定刺激到哪个部位了 而且我觉得不光辛辣食物 还有这爱喝酒 当然也包括辣 辛辣也包括酒 我有一位朋友他就是 他别人挡酒他有方法 老说我开车 或我不会喝 这朋友就说 我这几天不太舒服 我这有点痔疼 他这么一说 别人就不劝了 大家挺理解他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出租司机 他是长期坐着的 他那个痔疮的发病率比较高 我是按照判断的 同样都是坐着 一个是坐在垫上 一个是坐在空的地方 动作都是一样的 对 姿势是一样的 来 我们看看100位现场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会作合看待 来 看一下调查结果 大多数还是觉得 常吃辛辣食物和便秘的人 更容易引发痔疮 来 我们看看安教授告诉大家 到底什么样的生活习惯 哪类人群 和痔疮可能性更大的 上厕所时间长的朋友们 这还真没想到 不过说实话 安教授 我特别同意厂上这些 选辛辣食物的朋友们的意见 为什么大家都说 吃完之后 它辣 它刺激 所以你想那么柔软的 肛门的部位 它要长期受到辛辣食物的 那种强烈的刺激 它肯定难受 这咱们平时有句话 另投口入 它与饮食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大家刚才都说的很对 就是过时一种 偏是一种食物 它就容易身体的不适 但是引起痔疮发作的特殊原因 与人体的生理结构有很大关系 为什么选择如说时间长 是引发痔疮的一个主要原因 其他的因素 便秘 还有这个辛辣食物 都是它的辅助原因 都是 但是你说南方人吃辣的 难道患痔疮的多吗 北方人就不多吗 也不是的 所以它是综合的因素 有的人说了 我吃辣的我就不得 有的人说我一吃辣的 要不就是牙疼 要不就是往这跑 所以它这患痔疮呢 刚才我就讲了 内因和外因 综合起来的综合因素 其实我们每个人 都有一次性的便秘的经历 但是它过去了 尤其是长期便秘 就是长期的便秘 对痔疮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你便秘的 你要是如果便秘了 就遵挫的时间长 就增加了腐压 这对局部有刺激 是局部呢 与血循环不好 这对痔疮有影响 但是痔疮和便秘 它没有必然的关系 但是总的来讲呢 与这个久墩久坐 久站 还有腐压的增大 引起痔疮必要的 因为它生理结构 是我们的局部 没有静脉外回流 直肠黏膜下的 就很松弛 而且它静脉的血管 压力也就比较薄弱 由于内压的增加 因为大便 九尊九尊 内压增加 可以使它的静脉呢 发生曲张 淤血 造成至少的发生 就每个人上厕所 时间都不一样 对吧 那您说多长时间 算长吗 您说这个问题呢 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 这个问题 确实是这样 就是科学如测 我曾经讲过 一般来讲呢 年轻人呢 在三分钟之内 老年人呢 一般在五分钟之内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再一个呢 上大便的蹲姿问题 一般的我们主张呢 年轻人还是蹲姿比较好 就是您那意思 不坐在坐便上 是蹲着的 蹲便呢 它好处在哪呢 人体的正常 它是腐视 用腹部压力 重心向下 排便比较快 再一个蹲式的呢 为什么我主张年轻人呢 它一般来讲呢 坐便的话 年轻人容易拿本书啊 在那一看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长时间的压力 就可以造成局部的 浴血扩张 如果蹲姿呢 你蹲时间长腿麻 它就不想 不看书了 赶快拉完了 就走 排完便就起来了 趁数于外界一四一 我故意今天说完之后 安教授 你知道吗 以后会有一个现象 就很多年轻人 会蹲在马桶上上厕所了 改变了大家 这个如厕的习惯 但是可能刚才呢 我们在讲到这个 为什么长时间的蹲啊 或者是坐着呢 就会引起肛门部位的 静脉曲张 引起痔疮 那今天呢 我们也通过一个形象的演示 让大家明确一下 为什么长时间的上厕所 就有可能会引发痔疮 来 何博士 要了解这个痔疮的形成过程啊 就要用我手上的这两个非常可爱的小道具 给大家说明一下了 什么意思呢 我左手的这个 它代表的是四竹动物 四条腿的 在地上跑的动物 而右手的这个呢 是我们的人类 那么这两个矿泉水瓶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瓶子啊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瓶子里面有水 它代表的就是我们身体的重量 代表我们身体体内会有的正常的压力 大家看一看 如果是四族动物啊 这个小老虎 那么它一般呢 是四脚着地 它的这个身体啊 适合地面平行 这个小尾巴还可以翘起来 大家看一看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 它身体的下部受到的压力 大家看 我这里有个气球 那么从气球的这个 干瘪的这个程度 我们就知道 这个位置呢 它其实是没有受到太多的压力的啊 就是 即使它这样四条腿跑 那么它后面的这个压力 也是比较小的 哎 那么但是呢 随着这个人类的进化 我们人类变成了直立行走了 原来是倒着的 现在变成直立行走了 这个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它身体下部受到的压力 有没有什么变化 好 大家看一看 这个气球啊 就变得非常的鼓鼓囊囊的了 因为它全身的这个重量 所有的这些水啊 都是往下走 那么这个地方的压力就会很大 好的 现在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人和四足动物 我们这个身体下部的 这个压力的区别 大家看一看 当我们这样四足行走的时候 哎 你看 这个绿色的这个气球啊 它就是干瘪的 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受到的压力不大 而直立行走的时候 你看这个黄色的这个气球啊 它下部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啊 都向这个区域去集中 那么如果这个位置发生一些问题的话 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血管的扩张 那么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有的人啊 这个上厕所的习惯特别不好 坐到厕所里面 然后就玩手机 看这个书 翻杂志啊 或者坐呢 就瞎想 想东想西的 不知道怎么样 就坐个半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 时间长了之后 那么我们身体下部受到的压力非常大 那么它就可能造成这个血管的扩张 长此以往啊 哎 那么就形成了这个痣疮了 所以呢 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人直立行走 虽然是我们人类进化的这样一个结果 可是呢 它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啊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乳侧习惯 不要因为自己又不注意就带了非常苦恼的后果 就像这样 愁眉苦脸了 好了 小鸡 好 谢谢画家博士 你知道吗 那个我觉得现在人真的是想象力特别丰富 能在厕所里干好多好多的事 我特想知道 就当然这是一个特别私密的话题 就你们俩在厕所里 或者是你听到朋友们在厕所里都爱干什么事儿 都喜欢看手机 看手机啊 看书 要不打电话 对 打电话 现在还发微博 太对了 发微信 对吧 有时候发两条微博 这时间也就正好如厕时间到了 那差不多也得有个小五六分钟七八分钟了 所以就超时了 超三分钟了 您看现在就是家家户户那洗手间比以前都舒服多了 对吧 以前就是一小蹲坑 以前就是蹲坑 现在呢 你看什么洗手池啊 浴缸啊 然后有的更甚的是旁边还弄一小书件 还有电视 对 还有电视 还有音响 还有梳妆台 你看这洗手间里能干多少事儿 但就是这样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改变了 新的生活毛病也出现了 脂肪人多了 原来那会儿骑个自行单 有个自行单就相当不错了 现在得出门得坐汽车 所以我们吃的食物又过于精细 活动量要少 所以一些肥肺症病啊 高血压啊 像痔疮急患呢 倒多了 我们的门诊量逐渐在增长 所以就人们的生活不良习惯 是造成疾病的不可呼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你说我这种说法吗 就是说叫十男九智 十女十智 我这一听都吓人 有些夸张 但是呢 这说明它是一个常见病 你看我身边有很多这个女性的朋友 她们就是以前没有痔疮的毛病 但是一到了怀孕的时候 这毛病都添上了 我猜估计是压力比较大 是吗 刚才说的这个重心的引力也大 五压增大以后 它压迫了直肠 压迫膀胱 这子宫增大以后压迫了直肠 使它的回心血循循环的受阻 有很多孕妇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旦怀孕了之后 长了痔疮 又没法弄它 您说怎么办呀 增加多活动 先保守治疗 什么叫保守 用一些物理疗法 例如用温盐水湿敷 或者外的敷一点 像抗菌素软膏 能用抗生素的软膏 抗菌软膏外敷可以 那也就是说这还只是一缓解 缓解 她生完小孩以后 腹压的减轻以后 她这个血液循环改善 痔疮就好了 根本治疗就是把孩子生出来的 这个是我身边特别要好的一个女朋友的真事 她以前就没有怀孕之前就有痔疮 然后她怀孕之后那痔疮就更重了 她在家她怎么着您知道吗 就拿一个我们说的救生圈 那中间不是空的吗 她就每天只能坐在救生圈上 那个地方她会空下来 就会舒服一些 因为她不敢上药 除了这个孕妇之外 现在有一些家长会给那个小孩 弄一个小便盆 小孩就会经常蹲在小便盆上拉屎 就很多家长就担心 如果要是经常就是蹲在便盆上拉屎的话 会不会小孩也得上痔疮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是很普遍的 托儿所呢 阿姨呢一般把小孩呢 就放在便盆上一坐 超过很长时间 我这小孩的曾经在托儿所呢 他男孩的比较逃跑 阿姨就让他坐在那 回来以后一看呢 他肛门的黏膜有些外翻了 后来就没让他去厕所厕所 半年以后他就好了 所以呢小孩呢 在这便盆上的时间呢 应该严格地掌握在 排完便就应该让孩子站起来 这样比较好 因为便盆呢 它还有一个吸引力作力 这样呢 孩子在发育成长过程当中呢 他这盆腔血管啊 肌肉都比较 在发育过程当中 如果长肌九寸的话 就容易引起小孩的肛门病 我们见到过有脱肛啊 黏膜外翻啊 小孩常见那种病 就由于他大便九寸的原因造成 小孩也能得上痔疮的 有 小孩也有痔疮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知道就是说 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是意味着我们得病了 得上痔疮了 那可能有一些初期的表现 我们应该注意了 来 关系下面这个问题啊 您说在痔疮初期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咱们怎么知道 自己是不是已经长痔疮了呢 是看你有没有变血 还是会出现疼痛 还是有肿物脱出 来 一百位观众 给出你们的意见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 疼 太疼了 都不敢躺着 得趴着 我觉得主要也是疼 您看这三个 我觉得是一个递进的 这么一个观点 先是疼 然后这个可能再有变血 然后最严重的 可能就有肿物脱出了 一开始先是有点变血 那不疼吗 先是变血 一开始不一定疼啊 反正导致那就是疼痛 然后才产生肿物 就是痔疮形成了 我觉得您这一说 好像挺肯定的 您现在有这个问题吗 我也有痔疮 好 那估计说的是 自身的感受了 对 来 那咱们看看现场 一百余观众 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绝大多数认为是疼痛 那好 广告之后我们要告诉大家 欢迎大家回到 庄介这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有些人看到这儿 可能会说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有没有痔疮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 当出现哪些表现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长痔疮了呢 答案是 变血 还真是 我们要掌声鼓励一下 场上答对的一些朋友们 痔疮最主要的症状是变血 这变血是 很多疾病都可以变血 痔疮变血 肿瘤也可以变血 溃炎 你结肠炎也可以变血 直肠发炎了也可以变血 如果疼痛呢 它往往伴随着什么呢 发炎 有血栓形成了 或者伴随有钢裂 它才有疼痛 一般痔疮来讲呢 痔疮大家知道 它在齿线上 在痔疮里面 它一般没有痛觉的 是属于植物神经支配 一般它分三期 早期的痔疮就是变血 到中度的时候呢 它有脱出的症状 就是好像最后一节 有嘴目脱出 大变完了自己环纳 到晚期三期了呢 就是脱出来以后呢 走路也脱出来 一壳子都掉 它用手环大去 所以呢 这痔疮的这个 到发炎严重 是三个阶段 其实到晚期的痔疮的时候 它因为反复脱出以后呢 黏膜纤维化了 它倒不出血了 但是您刚才也提到了 其实很多 我们消化道的疾病 都有可能会 在一个大便当中 看到血 也就是变血 你知道吗 一旦看到便里面 有血的时候 很难辨别说 到底我这个是 痔疮所引起的变血 还是说由于肿瘤 癌症所引起的变血 这是大家最害怕的一件事 最担心的一件事 那咱们来给大家辨别一下 来看下面这个问题 那您觉得以下 哪一种变血的症状 是痔疮的表现 而不是其他 危险性疾病的表现 是变后 这个出血呈现 鲜红色的 还是变后出血 呈现暗红色的 还是变后出血 伴有泡沫 来100位观众 给出您的意见 我想暗红 可能就是 因为您刚刚也提到 像肠道这种 那可能肯定要比 长痔疮的一件 稍微靠上靠里一点 好 那咱们来看看 现场100位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半以上的观众认为 这个变成鲜红色 是痔疮的表现 那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对于这个常识的认知 还是挺棒的 有一半以上的观众都答对了 变后的鲜红色的血 是痔疮的主要表现 因为痔疮呢 它是一个属于静脉从 末端消化管的 最末端的静脉管 静脉破裂出血 像这种暗红色的出血 可能它直肠里有溃疡了 长东西了 血液出了以后 在肠道里头 因为时间长以后 发生了化学变化 发生了变化 它是暗红色的 下面说变后有泡沫啊 或者有粘液了 那就肯定有其他的恶性病变 没错是有洗涤流 有克性病变了 恶性病变就是咱们说的这个 肿瘤 肿瘤癌症 变完了之后 咱们还得仔细地观察一下 就现在这个变血的状态 和颜色是什么样的 以便于区分 我们到底是 经常会发生的痔疮啊 还是说有可能会有这种癌变 或者是肿瘤的可能 所以你说的对 现在我们都是做坑 所以做坑里有水 往往有的时候呢 发现晚了 我们就曾经有一个老大夫 痔疮呢 当痔疮癌痣了 所以晚期 就因为它做坑呢 它大便 一天要做坑里有水 跟水混饶了 再上那盖卫生纸 纸看不清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蹲坑实际上 发现疾病的 都是蹲坑发现的多 如果在便宜的同时 身体有疲乏呀 劳累呀 或者是感觉到消瘦啊 饮食的 饮食乏味呀 这些都要及早地到医院 去就医 医生可以进行 止诊和静点 来诊断你到底是得了痔疮 还有其他的 是不是其他的病 一提到这个 人类排泄物 我们总觉得是一件 特别恶心的事 好多人都 不好意思启齿 但是就您刚才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示 我们应该和自己的便便也有一个正面的交流 就是你要看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有可能就在提示着我们身体正在发生着一些危险的变化 那怎么样观察便便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样道具 通过详细的这种讲解 我相信您一定会更好地认识自己的便便 你看就是现在我们是模拟了一些很形象的道具 一般来讲呢 这个痔疮的时候大便呢 它是形状没有什么特律的改变 是圆形的 我是痔疮 圆形的 圆形的 大便出来的 它是圆的 如果肿瘤呢 它往往是大便的形状改变 这是什么 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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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时候有钩状的改变 钩状的是什么意思 由于肿瘤在这个肠病上长着 跟大便 由于划痕 就是咱看这个 对 中间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凸起的一个小轮 轮 这就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如果我们在家里的排便以后 最近的时间大便有血 怎么样自我来鉴别呢 首先第一点 看大便的形状 如果是圆形的 恐怕没出问题 如果大便形状有改变 而且大便呢 改变形状的改变 同时呢 还有钩状 或者还要带有粘液 例如刚才咱们这三种颜色 圆形的大便 带这种颜色的 红色的 一般来讲呢 都是痔疮 纤红色的 纤红色的 都是痔疮 做发生 如果这是暗红色的了 这是暗红色的 暗红色的 就要考虑 炎症啊 或者长没有异物啊 炎症 膝瘦啊 如果呢 再有这个呢 大便里呢 这种咖啡色的了 中间还有泡沫的了 病人主宿呢 又有大便 形状的改变 非常明显了 而且大便刺激多 有泡沫 有恶性味 尤其是有鱼性味 记住大便 有粘液的时候 有腥臭味 所以要引起高度动用水 要及时的去救医 这就有可能 咱们看这个状态 是最可怕的 这就有可能 如果到这个地步了 那就可能就是中晚期了 还没救 还要有救 所以呢 痔疮和肿瘤 都要鉴别呢 痔疮就跟驴合马似的 永远驴变不老马 痔疮就是痔疮 肿瘤就是肿瘤 因为痔疮的病理变化 它就是静脉曲张 就是血管流 血管团说白了 但是呢 肿瘤不一样 不能相提并论 不能相提并论 一定要引起 这便血的不同颜色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好 谢谢我们 我觉得这样说起来 认真观察自己的便便 真的是特别关键的一件事 咱们这样吧 安教授 您再结合这篇字幕 再给我们明确一下 痔疮的便血和肿瘤便血 有什么不同 对 这个痔疮的便血呢 大家看它首先表现的 出血量不整 颜色呢 一定要记住了 颜色是鲜红的 有的是低色状的出血 有的是喷射状的出血 喷射状出血 有时候大便干燥 尤其用力的话 大便的可能是喷射状的出血 再有呢 首先照样 它没有疼痛 没有疼痛 再有呢 血和粪便不相混的 它是先大便或者出血 或者先出血后大便 它跟血和大便不相混的 然而肿瘤的便血表现 暗红色的 大便形状有改变 刚才我们已经演示了 有的是形状带钩状的 有的是大便形状是带扁的 而且呢 最主要一点要记住了 大便颜色改变 同时有腥臭味 甚至有些粘液 同时伴有全身的体力下降啊 销瘦啊 疲乏啊 尤其是要引起高度的这种事 这类人群呢 现在我们要记住的就是 现在煎炒烹炸这些食品呢 这对这个消化道主流 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所以这个区别 咱们一定要记仔细了啊 从颜色上 形状上 味道上 还有身体的感觉 其实都是不同的 对 你知道以前上厕所的时候 我们还没等那个起身呢 第一个姿势就是哗 把那个水给冲下去了 来也匆匆去 冲冲嘛 对啊 总觉得它有味道啊 然后特别的难受啊 看着恶心啊 什么的 但其实要提示大家 变完之后 最好再看一下你这个辨别 别急了 如果有变化的话 那就应该及时的去医院 寻求专业的帮助了 是吧 对 应该这样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可能这个痔疮现在发病率也比较高 大家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缓解 或者是治疗自己这个痔疮的问题 可能很多人也特别有经验 那我想问问现场咱们的观众 大家平时生活当中 或者您听到的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治疗缓解痔疮 因为我本人就有痔疮 所以我亲身体会 您痔疮多少年了呀 好几十年了 哇 那很严重了哦 现在已经治好了 治好了 用什么方法治的 已经切除了 比较直接 那您之前呢 那您之前呢有什么好的办法 可以缓解当时那种不舒服啊 就是 那时候也不这么疼 就是大便费劲 完了以后出血 主要就是 怀孕期间 生孩子以后 厉害 如果大便不改了就 没死 反正常是注意便秘 如果不便秘 也不咋 不上火也不咋 就是这 就是怕上火 火上火了就不行 再一个说 便秘就不下去 就就烫 烫吃那个辛辣嘛 然后就是那个 他疼的时候 拿那个多多的那个纸 微生纸 就按那个部位 按摩 多按摩一会儿 就能好 因为我也是28年的那个自成 生孩子以后就得这个外治 现在基本不犯 没有了 就用这种方法给治好的吗 对 不疼也不痒 那咱们反过头来 又问问安教授 可行吗 他说的按摩的方法呢 就是因人而异 还得因病而已 有的病可以按摩 像例如刚门这个痔疮那个 他伴有发炎了 裂口了 血栓了 在出气的话 他不适应按摩 他说的 刚才你听他讲 他是生完小孩以后 引起的痔疮 这种痔疮呢 他往往是在回忆期间 腹压增大以后 直肠的末端的血液循环 淋巴回流不好 引起的水肿 这种情况下 你这生完小孩以后 或者是你改变体位啊 气胸位啊 或者是坐育啊 按摩啊 增加局部的 促进他局部的血液循环 他就可以好 他这种情况下 多建于外治 这个痔疮分很多类型 刚才他们说 一个做手术了 一个他是自己 用一些药都能恢复 我刚才说 轻度的可以经过 注意排便啊 清洁啊 还可以恢复 可以好的 不需要做手术 当然到重度了 经常发炎 变血 疼痛 血栓形成 就需要做手术了 所以平时的保养 就刚才我们讲 规律的生活 健康如厕 这是预防痔疮发病 那最好的办法 但现在有一些人 有杀手锏 就是抹药膏 而且现在你知道吗 很多人都已经 久病成良医了 就在家里 自制药膏 我有一朋友就是 他就是用 痔疮膏 还有云南白药 还有红莓素 是很高 调成一种糊糊 然后抹上 你还别说 抹完之后 效果还确实不错 也不出血了 然后那种疼痛感 也缓解了很多 但是这个也有一定的适应症 要注意 就是刚才我们讲了 好多便血 如果是外头 外置发炎了 其他血栓外置 有些发炎了 可以用这个办法 这是不失一个 有效的办法 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讲了 便血比较严重 大便有改变息 大便形状有改变 这都不是出药膏 能解决的问题 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了 我就听明白了 反正是不能自己 在家瞎治这事 对 片方治疗病肯 还得注意 先到医院弄明白 咱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 如果是痔疮 咱像刚才提到的那些什么 改变乳策习惯 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 还有一些涂抹药膏 可以有用 对对对 但如果其他病的话 你就别因为这个在耽误了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56号的阿姨 收拾您的意见 痔疮的防治 一个是注意饮食 再一个可以在肛门附近放血 把那个筋脉曲张 你别的一些瘀血给放出来 我觉得还是 那个行之有效的 不知道对不对 那个提供参考 这个 这说法可得问问安教授 高门局部是一个特殊的部位 它疼痛最为敏感 高门局部的血管 神经最为丰富 因为要放血的话 必须要在麻醉的 像那医院打点麻药 放哪 这都要有针对性 像这种的话 得有严格的适应症 你说阿姨 这放血可不能随便乱放 这个部位比较特殊 例如现在再说一下 如果现在有的病人 吃阿斯比林的 现在我们好多血压高的病人 吃阿斯比林 还有放着支架手术 都吃抗凝药的 像在这部位放血的话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不能轻易地放血 这不能轻易 轻易就做这个放血 尤其是自己在家 可不能这么干 安教授 跟我们说一些具体的 能够有效地预防 或缓解痔疮的好办法吧 是这样的 你看刚才这张图没有 就画得非常好 例如我们的孕妇 为了预防痔疮 就可以采用 家里的采用膝胸位 还有可以采用侧窩位 这种位置呢 可以使她的缓解一下盆腔 对肛门末端的压力 促进她盆腔的血液循环 这一个错位 还有一个膝胸位和错位 交替着每天可以做这个动作 这个叫齐胸位 这叫齐胸位 侧窩位就是侧躺 侧着躺 右侧躺 左侧躺都可以 这除了孕妇 适合做这姿势之外 要是有痴疮的朋友 能做这姿势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例如一些身体比较胖的 为了预防这个什么 都可以 再有呢就是局部的清洁 注意局部清洁 这都是很漂亮 还有我们家里头 有的从有的 现在我们春风调整好了 提到的沙发 有的一看沙发往那一坐 沙发挺舒服挺软 是好了 但是呢 软的在同时呢 又给你带来一个副作用 就是出局部 肛门局部的血 唇部的血律循环 服务的血律循环都不好 过去我们做的硬凳呢 是不好 但是你做硬凳 你做一会儿 你得动会动会 和个动 所以你站起来 这一站一立 就促进了这个血律循环了 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抹药膏的那种方式 是适合外置的 对 你知道吗 好多朋友得了治愁那么多年 但到底什么是内治啊 外治啊 混合治还没搞清楚呢 所以我用一个很简单的办法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比这是肛门局部 这是一个东西 长在这个地方呢 这叫外治 长出来了 长得在肛门外它的 叫是外治 长在肛门里边了 这里边的叫内治 如果内外都有 刚才我提到 内外都有 叫混合治 所以呢外治部分 你可以用一些洗的方法呀 涂软膏的办法呀 都可以 但是到内治的部分呢 你涂不进去了 那内治怎么办呀 内治呢 有内治的办法 有栓剂呀 对不对 栓剂呀 还有注药的办法 治疗内治的办法 所以呢 就是说 每个部位 它用法不一样 病情到晚期了 就要用手术的办法 现在手术办法 我们国家在这个专业来讲 不外乎有几种方法 一个是中西结合的办法 用外波内渣 加注射 注射现在药物有 硬化剂和坏死剂 现在我们一定要给大家 一个健康的 就正确的尝试 要禁止用坏死剂 慎用硬化剂 现在我们发明了新的药物 它是软化萎缩剂 安全性高 痛苦小 疗程短 没有并发症和后遗症 对 这是现在目前我们治疗症疮的 一个大的趋势 那可能有些人说 我自己在这个生活当中 除了注意保养这个特殊部位之外 还要增加一些运动 那什么样的运动方式 对于有痔疮的朋友们 比较有帮助呢 来 咱们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你觉得下面哪一种运动 适合痔疮病人呢 有人说踢腱子 还有说做这个提肛运动 再有一个是倒着走 做这三种运动的人都不在少数 但是到底哪一种有效呢 来 通过手中选择去表达意见 他们都不敢运动了 我觉得倒着走就差不多了 我跟你说 你平时去香山吗 看红叶 不是说秋天去 平时有一些人 他就专门在那个香山上倒着走 下坡倒着走 而且还有煮那个小拐棍 他摔了就倒着走 我说你干嘛倒着走啊 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说 我这有常年的痔疮问题 他说你要正着走吧 使得那个劲儿啊 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你说你倒着走吧 刚好把那个正着走的劲儿 给它拧回来了 感觉不太一样 就对这个特殊部位的肌肉群有帮助 这是他的一套理论 但是我感觉倒着走啊 它不太安全 那你说有什么好办法 我觉得 做什么运动 踢腱子呀 踢腱子 刚才这个安教授说了 一定要活动这个周边的部位 让它放松 减少压力 可是它已经很痛苦了 你还活动这个相关部位 你还踢腱子来回动 那也比你那倒着走强 那我们看看一百位观众 大家会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来看调查结果 差不太多 选择提肛运动和倒着走的 都是占到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观众 56号的阿姨 收拾您的意见 我选择提肛运动 提肛运动可以增加肛门周围的血液循环 平时会做这个运动吗 我经常做 我从来不便秘 上厕所两分钟保证解决问题 好 那广告之后告诉大家 痔疮的朋友们应该做什么样的运动最好 好 欢迎大家回到庄庄第二天的健康之路 我们已经特别想知道了 到底痔疮病人做哪种运动呢 答案是 提肛运动 那我们这个阿姨给出的方法非常好 我们掌声鼓励她一下 踢腱子 它可以增加腹肌 增加腿部的力量 这倒着走 在对肛肠那个方面 还不敢苟同 但是提肛运动 在肛肠疾病来讲 是有一个好的方法 例如对老年人 还有直肠黏膜松弛的病人 尤其是肛肠手术以后 对肛门扩育肌有影响的舒适 术后加强提肛运动 对扩育肌的恢复和锻炼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然这是一种内在的运动 那您能不能教给我们一些心得要领 就怎么做这个提肛运动 我先选择好 你是不是这个提肛运动适应症 如果有黏膜松弛 像痴疮初期的话 就可以做提肛运动 一次做15下 或者你在屋里的看着电视 你可以蹲起这样 一次15次 一天可以做三四次就行了 提到要蹲起 提肛不是就是静态就可以做的吗 静态可以 最好是蹲起的这种 对你的腹部活动 腹肌的增加都有好处 静止的 在床上静止做的 对一些老年人 腿脚活动不变的 可以在静止的做 对年轻人 例如三十几岁 做了痔疮手术了 当我们有些松弛 对亏折的欣赏的 可以在动态下的 做这提肛运动 这也要分一下年龄段 每天做三到四次 一次做15下 一次15下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 和缓解痔疮的问题了 好 谢谢安教授 做完这期节目之后 回到家 第一件事 我得先把家里厕所 那个什么报纸 杂志 书 都先请出去了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减少在厕所里待的时间 再有一点 上完厕所之后 别着急和自己的便便 说白白 看他们一眼 如果有问题的话 咱要赶紧及时发现问题 尽早去医院 当然都是改变我们 如厕习惯的一些方法 同时要配合我们的饮食调理 还有运动 这样的话会更有效的 帮助我们痔疮尽快恢复的 好 非常感谢安教授 也感谢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和两位嘉宾 找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您是否经历过 与马桶的拉锯战 那不都因为这个吗 和便秘做斗争 是一场持久战 30多年了 这10年了 烧牢罪的 您的对手 您了解多少 先从这个便便的生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